字幕君 杨茜茜 字幕君 杨茜茜 字幕君 杨茜茜 杨茜茜茜 真是? 让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第一部以地方特色为主题的迷你四驱车 他说我是首次张试成型的 不知道 好像连他说明书都要彭底中乌 我都知道 没错 你也很清楚 他学的特色是用两颗色的胶 所以我们继续贴纸已经很漂亮 再加上他跟现在香港的真实导迪很相似 他车的比例是1比32 是什么意思呢 我知 比32 其实就是说 车的长阔高分别是真车的三十二分之一 对不对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 不知道你们知道 你们很厉害 什么都知道 但是我考虑你们 怎知道呢 说明是Way-Sing PC 那当然要放下去 去找Way-Sing 如果不想这辆迷你四驱的士 失礼的话 第一件事 不是要他快 而是要他不飞出界 所以基本的平衡和稳定的配件 一定是首选的了 龙头凤尾保护回车 再将侧轮加高防止在高速扔弯的时候翻增 再加多两粒制震叮叮吸收落地时候的震荡 这样再快都不怕他飞出轨道 顺带一提的是 这辆四驱的士跟的胎 是绝了板很久 被车界视为神物的灰色中径硬胎 咬地性和稳定性兼备 不用换都不用跑了 接下来当然要换一下副车 不同马达不同的齿轮比 都会对车的力量和速度有直接的影响 看条赛道需要什么 就换回适当的马达和齿轮比 就没问题了 留意今次这辆四驱的士的底盘 是最新型的前置马达底盘 扭力非常之出色 除非老轨好极端 不是的话不妨试下较高速的配搭 绝对有惊喜 懂得放当然就要懂得收 速度控制就靠这一块迫 它的作用就是在上跳台之前 同轨道摩擦减慢速度 车就不会跳得太高太远 而用不同的物料 设置不同的位置和高度 都会令到车跳起的时候的动态有点不同 绝对是一门学问 慢慢试下就会掌握到 以上的改装和配件 玩普通Racing已经够实用了 如果计算多些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换为 炭纤维龙头风味 金属滚珠侧轮 滚珠组成等 配分一个中级甚至高级马达 就会又轻又快 Racing Taxi 直接变成 Crazy Taxi 看起来 看起来 看起来